大家好,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 实在有相当多的读者有电邮进来问我关于恒生银行 我曾经说过我不想再去讲汇丰 我说过很多次我不想再讲汇丰 因为我在过去四五年 我说过很多次不要再持有汇丰 但其实很多读者就把现在恒生的状况放在汇丰 其实你只需要看看业务在香港的 不要说银行的企业 其实全部都是创历史新低的 历史新低 不是单止恒生 所以今天我就想拍这条影片 讲一讲 我还听到很多 我开名 不差 我也上过去读 曾研仓教授 他还叫汇丰 去捞底 马时亨说 汇丰 都见底 一个市都会见底 现在不要捞得太快 我可以这样说 这些是垃圾言论家 垃圾人 害死很多散户 是害死很多散户 所以我今天都会两间一起讲 但我不是讲业绩 我已经速度 评论恒生和汇丰的业绩 我也不想讲关于他们的历史 因为当时 何善行 卖恒生 给汇丰 都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行为 也有人讲当时是一个阴谋论 但是现在再讲这些没什么意思 可以将一些资料性 有机会跟大家讲 但就不在这个篇幅里面讲 大家也可以看回网上的资料 恒生现在是under汇丰 所以很多人将 汇丰和恒生相提并论 即是说 汇丰扑街 恒生不是扑街 其实现在香港扑街 现在不是汇丰和恒生扑街 是香港扑街 我不喜欢汇丰的原因 和他的股价下跌 是没关系的 是没关系的 他的股价下跌 是因为他做了一些我非常不喜欢的东西 而那些东西 在这四五年里面 慢慢慢慢的后果就出来了 而不是股价下跌 令到他做这些东西 是他做了这些东西 他家公司有问题 才会搞成这样的 大家知道汇丰 大部分的业绩都是由香港和亚洲来的 大部分的业绩 当然他在国内都有生意做的 但其实国内的生意不是做得大 恒生更少 恒生的内地业务 我认为只有1-2% 很少的 恒生可以说 你说他是一间 不是亚洲 只是香港银行 我都不会有任何东西 可以挑战到你 但匯丰就不是 匯丰的管理层 比当年我们在东西的年代 可以说 差了十万八千里 那些管理层 我不知道匯丰在做什么 不要緊 但我甚至懷疑 究竟匯丰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即是在各自为政 跟着做一些dirty job 所以搞到今天 如果你现在都不跳车 几年后 汇丰可能会低于20元 那我一会跟大家说一下 一些我不喜欢的东西 汇丰究竟做什么行为 我不喜欢 跟股价无关 股价是后 大家要明白 除非有人特意做了一些违规 或者一些违反证监会 拿走公司的钱 如果不是的话 股价是后果 股价不是原因 股价是后果 汇丰今天的表现 当然跟现在的疫情 跟现在有关 但问题 他可以坏到这样 其实是跟他 过去的五、六年 甚至过去的十年 一个非常差的管理层有关 相反地 我看到恒生银行的管理层做得非常好 即是一个崩 他也想过 你看到他 有看他的财务报表 他只是一个崩 也想过 但现在没办法 坦白说 你今天 我持有英军 我持有英军 很多手造股 你 你罗老太今天把英军给了我 我也是这样做 我能够做些什么 大家要明白 就是说 跑得和尚 就跑不了秒 除非你好像李嘉诚 把所有东西都卖掉 如果不是的话 你放在那里 你现在把整个英军给了我 我什么都做不到 我都会继续 好像现在这样做 因为我不会 现在 这么便宜的价钱 去占卖资产 而也没有这样的需要 除非你好像李嘉诚 一早把钱都走 这个是例外 这个是另外一个火题 你今天把恒生银行给了我 给了一些很厉害的团队 管理 都不会比他们好 但是如果你给另一班人去管理汇峰 我相信汇峰 可能会完全整间公司不同 但可惜这个不会出现 所以我们稍后会比较详细 说我不喜欢汇峰的什么 以及我如何去平衡 恒生或者其他香港 现在本地的银行 大家可以上网看看 比如说中银香港 你不喜欢中银的 你觉得它是红色的 那你就看看廖創卿 那你就看看恒隆 那你就看看恒隆 你就看看那些银行 你就看看大新 一样死到妈妈都不认得 不只是他们有问题 你如果都觉得有问题 是现在领展好些 你看看煤气 其他都是这样的 不只是这两间银行有问题 或者转头你看看 你自己都半死状态 很多人是 对不对 就是我不喜欢汇峰 不是股价下跌的原因 好,那我们今天的鑽石狗 其实我们没什么变动 是前一两天跌 那我们平均都在157 那今天就155 那其实都没什么变 只有2% 那美银已经好了 那我们稍后会说 很少部分 就是关于美股 很少部分 关于美股 那个 那个 怎么说 那个调整是否完成 那我们比较大部分 会在收费版里面说 那今天我又会将 7月份第三期的投资日子 放在网址里面 那今天已经是23号 那大家自行决定 订不订这个投资日子 和youtube投资筆记 那如果你觉得 现在差不多到尾的话 那你就订阅下一个 就是订阅10月 那但是如果里面 有些题目你喜欢的话 你都可以订阅 那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eout at gmail.com 那如果你想看回 我们的 投资日子的免费网址的话 你可以按YouTube下面的link 就可以了 你不用copy and paste 好了 今天大家知道 匯控的股价 就27.5%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会说 那些公股价是会有支持 很多财经评论员 不是财经评论员 不是财经的人 从来没买过股票的KOL 那他就会出来 就是有很多人都会说这些 那其实一样东西 他们就没有输过钱 我可以告诉你 我买股票失败的记录 都好 都整搭 就是整 五寸口 我想有 就是我买股票蚀钱 有五寸口 其实应该 所以大家知道 装了我们的收费版 有很多朋友 都 电邮进来问 为什么你整个月都没有买卖 人家那些很多买卖 我提过 比如英sir那些很多买卖 对不对 很多人都很多买卖 每天都 你看到股皇上那些都很多买卖 为什么你这么久都没有买卖 我以为你走了 好的东西不多 好东西本来就是少的 我经常有买卖才有问题 对不对 有些买卖是被逼卖的 有些是被逼卖的 但是 如果你听那些说的话 我想 有很多都是听股评 或者其他基金经理 或者其他银行去说的话 我想你的身家 就是你回锋的身家 应该都没有了五分四 那你一会看看我怎么说 好吗 好了 那今天恒指 现在收了 过了十二点 这个就是早了一点 就是十一点多 现在升了几十点 五百多亿 今天也是弱的 今天也是弱的 都是千一亿东西 不是太弱 但是也是弱的 那我们一早已经说过 现在开始就有人说了 恒指是A股化的 A股化的意思呢 就是它会变成好像A股那样 一世都不升的 有一堆东西升完之后 就打回头 到那堆升完之后 就打回头 这样就叫A股化 那叫A股化 那你千万不要买个ETF 你买那些ETF的话 白点说句 你如果只是买个恒指 或者买个科创股 你可能得个吉 因为它的指数不升 你就是买个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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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指数不升 那你就没有了 你就一世都没有 是不是 那有这两个图 是相当清楚的 是今早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过去20年 汇丰和恒生的股价 很清楚的 那汇丰的利息 就飙升到14.17厘 那恒生也飙升了少少 就是6厘多 那当一间公司的股息 升到那么高的话 其实你已经知道 这间公司有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 在恒生 它是在19年 社运之后开始跌的 恒生今次的跌幅 可以说是 它历史以来 其中一次 不是最大的跌幅 其中一次大的跌幅 为什么呢? 今次恒生是由212元跌下来的 就是我们不说牌食那些东西 它也有4厘息 平时有 最高纪录就是3厘多 就是股价最好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恒生过去20年 最劲的一次 就是雷曼那次 那雷曼那次 它是跌了一半 现在它也是跌了一半 但是我估计 97的时候 还跌得很厉害 有这么大的跌幅 今次也是其中一次 恒生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幅图里面 不要了 07年 你看到平均地 恒生都是上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左边匯控的那幅图 其实它 由 二十多年前到现在 它平均都是下的 它平均都是下的 而且越下越厉害 大家看这幅图 我可以很清楚看到 当时它是150元 即使在二十年前 它也有100元 但是二十年前 恒生多少钱呢? 大约是七十多元 那你就可以看到不同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了 为什么其实 汇丰会有14厘息呢? 就是因为它的股价跌得很厉害 如果跟着再来的话 它就没有息 究竟今次恒生 会不会拍息呢? 我觉得它也会 但是它一定会减 它会减 因为赚钱少了 这个是真的 股价说话 大家看股价就很清楚了 市场上有很多荒谬的传言 荒谬的传言 我们今天不讲业绩 我们也没有兴趣去再研究汇丰的业绩 我只是看过一次 四百多页 我已经没有兴趣再研究汇丰的业绩 因为它整间公司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举了市场上有八点汇丰的传言 第一点大家听过很多 我亦都亲意听过 汇丰有一百年历史 是不会倒下的 这个摆明就是垃圾 它没有倒下 不过它跌到这样 它没有倒下 不过它跌到这样 现在的问题就是 究竟汇丰还能不能在香港和中国生存 我觉得这个也是问号 即使生存都行私奏欲 不是一间公司有多久而不会倒下 政府也会倒下 这个是垃圾 第二句就是最多人买的 最多人说的就是圣诞中买汇丰 其实圣诞中买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在美国 大家知道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佬或者外国佬 圣诞差不多当新年 他们会花钱买东西 那些企业 推出楼盘等等 全都在那个时候 那汇丰的股价就升 所以那些人就说圣诞中买汇丰 但是其实如果在当时 英国殖民地的时间 圣诞其实就是新年 在贵佬来说 圣诞中买什么都可以 不是买汇丰都可以 这句又是废话来的 不关事的 最多人现在说的就是公股价有支持 为什么公股价有支持 我想问一下 他们说这句话背后的理念就是说 如果那间公司 如果那间公司 它用28元去叫你公股 去配股或者公股的话 那就是管理层觉得28元已经很划算了 它就未必会再跌破 完全没有根据 完全没有根据 一个股票的升与跌 是由它的业绩和资金出入有关系的 当资金走的时候 任何股价都不会有支持 除了一个零 当资金走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只股票的股价有支持 除了零 不要再相信这些事情了 第四个市场上的谋误传言 以前说股民的血肉长城可以保住股价 股民的血肉长城的意思 就是说 大量的散户 血肉长城那些是老散 基金就不是血肉长城 基金就不是血肉长城 通常是老散 但问题是老散 这些股价呢 你夹一夹 你都可能只有那几个百分比 你是绝对不够那些基金出货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基金一定出货 不是中国的基金 中国的基金是没有持有的 鬼佬的基金一定走 起码一样东西我都先减持 我不全部都先减持 这些事情是没有根据的 第五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高息 高息 其实股息对股价有没有支持 有的 有的 不过不是他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派息 有些股民或者有一些基金 他真的会放的 为什么呢 我又不是看你大升 我看你保持股价 然后你给现金我 比如说香港很多人去买高息股 比如说Wix 他就用来什么呢 他就不是看那只股票大升 他就是看 比如说我买了 有的 我听过的 譬如我听过有人 有一个阿伯 他拿着一百万股这个 工商银行 是在我 2007年的时候 在上海商业银行 就是佐敦那间 余画旁边那间 我亲耳听过 那他用来做什么呢 不是要股价升的 他用来做什么收股息的 因为他要用的 那真是 如果 你派息派得少 他会走 真的会 但是高息 不是一个 令到你要买股票的原因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你看创科就知道 669就很清楚 他是只有2厘息左右 那你买创科赚 还是买汇丰 就是 跌到汇丰的市场就见底 这个是我们 刚刚入 就是买股票的时候 经常都听到 但是到现在已经不是 当时为什么说跌到汇丰的市场就见底 原因就是当时 汇丰是最大的 现在当然汇丰 第一件事 已经有这么多 巨毛霸丽 中概股 他已经 即使好像以前那样 过100元 他都不会是最大的市值 但是当时来说 他150元 他真的是最大的市值 你要动汇丰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他市值大 就是等于 你现在要动腾讯 是很难的 你现在要动阿里巴巴 是很难的 因为他的市值很大 他有四万多五万亿 你要他跌1%要多少钱 你告诉我 当时是 跌到汇丰的市值就见底 今天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汇丰只剩20多元 事但一两只基金减至1-2% 汇丰就会再跌多几个% 所以马士亨说这句话 是完全不对的 这人呢 白点说句 一点料都没有 马士亨是 一世人死好命 好了 第七 就是说 什么时候汇丰都可以捞底 真的? 真的? 曾冤昌教授还说 汇丰很快就可以捞底了 我几年前在跌穿40元的时候他说过 现在跌穿30元他又说 跌穿20元他又会说 我不去猜测曾冤昌教授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盲的都知道汇丰是有问题的 汇丰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捞底 你不应该与他扯上任何关系 但是非常不幸地 香港很多人都会与汇丰或者宏理那些扯上关系 他最后因为强益金有他们 其实是大祸的 好了 第八个 这个我们后面说一下 吴明德教授说汇丰会重造 他说汇丰有可能去到某一个位重造 我可以回答你一个最简单的东西 汇丰重不重组你都不要碰 因为为什么呢 垃圾重组完还是垃圾 整班管理层全部要换 如果不是的话你不要碰汇丰 这个就是normally市场上对于汇丰传言的荒谬传言 买股票我给你四个字 实事求是 我给你四个字 就是我自己在投资里面 觉得是最有价值的四个字 三样东西 业绩说话 你不要跟我说话 看业绩 第二 看前景 第三 看股价 是这么多 我经常说一样东西 为什么美国佬这么强大呢 大家从未听过美国 你有没有听过任何一个美国人说自己的国家强大 没有 但是他强大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强大是不用说的 李小龙好打是不用说的 实事求是 如果在股票里面 分开三样最简单的东西 第一 业绩好不好 第二 前景好不好 第三 股价好不好 是这么多 不要浪费时间听那些留言 没意思的 就是看这三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都好的话 买 但是有一样东西 这三样东西是很professional的 第一 你要懂得看业绩 第二 前景是很复杂的 前景 你要看国际大小 competitor 汇率 政治 是很大的 但是现在我相信盲的 都看到他的前景是有问题的 股价说话就不用说了 股价短期内 年多 可能错价 十年 十年甚至三四年都不会错的 你的股价如果在几年里面都下跌的话 那就是证明你的股票是有东西的 我们要 we need to find out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你是有东西的 但是你说香港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前景说话 因为为什么呢 你现在有个疫情 对不对 现在还有限聚令 股价低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但是有两个问题 我们暂时是一个大问题 第一样东西就是国安法 第二就是中美国力搞到香港 是否实事求是 是否简单些做事 四个字实事求是 不用听那么多 好 为什么我不喜欢汇丰呢 我由雷曼开始就不喜欢这间公司 明知雷曼债券有问题 为什么你还卖 汇丰是给政监会罚过钱的 关于雷曼债券 大家可能只记得清姐哭那一幕 汇丰和中银是罚过钱的 关于雷曼 你明知雷曼债券 只有两个可能性 当时为什么恒生不卖雷曼债券 因为柯清暉说我看了都不明白 那你汇丰卖雷曼债券 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 就是你不明白都卖 死 第二个可能 你明白你都卖 你都是仆街 为什么要做这些投机炒卖的行为 到时死硬的 你想想一样东西 如果雷曼买了爆锅的人 以后还会不会光顾你汇丰 是不会的 你的管理层是怎么做事的 由当时我就已经不喜欢这间公司 你管理是什么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签案业务是没有监管的 收皮的时候 就拿了花红走去 英国是完全管不了的 what the fuck 你这间公司做什么 下面那些 teller那些就做到仆街 你那些人 就亿亿亿的拿花红走 你这间公司又没有监管的 没有监管的吗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业务 由当时我就很恨汇丰 除了强积金没有办法之外 我和汇丰完全没有关系 除了恒生 好了 我说过很多次 我说回购派高息去支撑股价 是不行的 你的业务都没有方向 你想做什么 你想怎样 你一旦是走中国 你就走光它 你一旦是走美国 你就走光它 你两边都不是 那你想做什么 对不对 你只是回购派高息去支撑股价 有什么用 是不是你的管理层 因为有很多汇丰 所以你要顶住价呢 我已经说了 短一次两次没问题 长期是不行的 第四 明显地为了赚钱 高层仍然和洗黑钱的客户做生意 华为就是其中之一 很明显它知道 孟晚舟是有尹伊朗 为什么你还会和它做生意 你想赚花红 华为丹大 和它做有钱赚有花红分 你现在就不错了 但是当时和 曼晚舟 或者伊朗 洗黑钱的人做的人 可能赚了花红 就死掉了一间公司 死掉了那些股民 那你汇丰没有监管的吗 你汇丰没有监管的 你不见巴菲特旗下有个金银精 你洗黑钱 你怎么监管的 你怎么监管的 人家市值比你大 是吧 就是摆明你的公司的问题 第五 不依美国禁令 制裁香港中共被制裁的官员 你又不跟那个禁令 美国说了 现在蓬佩奥说了 你没有制裁 你不跟你就说不跟 你跟你就跟 那你想怎样 是吧 你这间公司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那我怎么买你的股票呢 是吧 中国你又想做一下生意 就是简单说 就是有奶便便是粮 有钱我就去 一间公司是没有 就是你看到那个管理 是完全是一些 就是垃圾人来的 完全是垃圾人来的 你现在明 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 连街边小贩都知道 坦白说一句 2018年你已经知道了 现在2020年的 两年后了 你都还没make up你的fucking mind 那我怎么敢买你的股票呢 是不是呢 第六 今次很明显 他是串通英国政府不派息 他自己说不好听 叫英国政府出来 你不准派息 是不是 很明显 他出来说不派息 我不能不派息 那便是英国政府 其实他可以不听 只是这些行为 已经足以令到我对汇丰的管理层非常反感 只要这个management的问题在 汇丰永无翻身之日 我告诉你 汇丰对市民其实有影响 第一 长期拖累大使 他还有些 他都还占几个百分比 长期他这样跌的话 那天他和腾讯跌 两个人搞了200点 差不多 reported 那么就搞了我们 我第一事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第二,就是强跌金 因为汇丰多 大家看看用汇丰的强跌金的组织 或者甚至香港的强积金的 portfolio 大部分都有匯豐 那就钉过去 你四十多元一路这样跌 那你强积金就死了 你一路这样跌 其他那些升的都没了 是不是 没办法 但一个问题就是 宏里又是这样的 宏里又是这样的 你保成那些好些 你什么银链那些 中环香港又是这样的 即是烤死 其实香港的市民就烤死了 所以我说 其实我有一次在公司走了 拿回的钱我也不知道多开心 我自己用来投资比给你亏好 还有就是大家不要再买汇丰发行的票据债券 可能会default 当你那间公司的生意那么受影响的时候 大家要明白一样东西 现在中国的不可信实体清单 在香港和中国 大资本的企业 是不敢跟你汇丰做生意的 因为后面有个国企 有个国家在那里 就是 尽地一煲 你又弄了万万周一夜 是吧 为什么你要陷入一些这样的危机里面 是吧 你做管理型 你不会做事的吗 是吧 你几十岁人 你发行的票据债券 是有可能default的 大家不要再买他们的票据债券 要不然到时你default的话 你不要找我 恒生是两个股价 虽然恒生的股价都是大跌 但是恒生是两个股价 为什么本地的银行股价都会大跌呢 原因就是我和朋友喝茶 朋友说楼宇没什么跌 这是对于香港楼市很表面的看法 一家银行主要是靠借钱收息去赚钱 或者手续费 先分开住宅 大家要明白 每一天都有按揭finish 按揭settle 按揭settle 你就要有新增的按揭 才能够继续循环 当你新增的数 新增的比率低了几个percent 而你每一天都有按揭完的话 那你赚的钱就少了 是不是 因为每一天都有按揭完的 每一天都有人还钱的 好了,第二个 借钱 个人也好 小微企也好 大公司也好 现在哪有人出来做生意呢 你去借钱 你有没有钱还呢 另外一件事他又不敢借 我们在地产小专家才说 现在那个林郑PEN 那些很麻烦 林郑PEN 九成那些很麻烦 一炒 一炒的话 你可能就要 他就叫你了 他一叫你了 他就收回你的房子 一收回你的房子 你之前那十多二十年的努力 就变成零了 还有一件事 商铺 基本上现在商铺的成交是冰封状态 是只有那些所谓的手续费 手续费都少 因为贸易少 怎会不钉 一定钉 对不对 大家要明白 还有一件事 现在他钉的不是他钉 你看一下大新银行的股价 你看一下廖创卿的股价 你看一下中银香港的股价 你看一下渣打的股价 全部一样 全部一样 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香港现在还在疫情里面 现在还有限聚令 世界的疫情都未完 这个我可以理解的 大家要知道 恒生的业务和汇控是完全分开的 完全分开的 恒生基本上 我可以说99%以上 是以香港为主的 你如果看他的finance report 他的业务很清楚 有没有人不明白 恒生是做什么的 没有 那又有没有人不明白 汇丰做什么 我相信都没有 包括他自己的管理层 国际和中国制裁恒生的可能性 非常低 因为特朗普可能都不知道 有一家恒生银行 那我也不相信林郑那些 会把那些钱 当然 小的会有可能 但是大的钱 他未必会放在恒生 或者未必会用恒生 大薪那些 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是国际银行 你要把钱汇走的话 恒生那些是没有汇丰那些 所以恒生受国际和中国制裁的可能性很低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香港坏 基本上 主要作为香港业务的股票都会坏 你现在看到 在中概股的业务并不是在香港的 它只是在香港上市 创科的业务是完全在美国的 跟香港没关系 只有办公室 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就没问题 但是如果跟香港有关的业务 其实所有股票都坏 垄断的会好些 你看到煤气那些跌到11个多 不跌了 中电港灯那些不跌了 地铁那些不跌了 领展那些不跌了 因为它有垄断 但是都是很低的低位 大家记住 如果你对本地的股票 就是对于香港业务的股票 你只是抱着一个盼望的态度 就是说你想着 你期望 疫情过了之后 它会大升到以前这样的话 你一定输到仆值 因为盼望是没有力量的 是没有意思的 你记得我们说的这句实事求是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 我自己和现在的组合 都是我已经将我自己个人 我自己差不多15%移了去美股 移了去美股 大家看到鑽石狗 为什么它不跌呢 原因就是因为有部分 有三分 有六分一 已经是美股 我们仍然买香港的传统股票 原因就是因为我想收息 如果你只是抱着一个盼望的态度 你不输到仆值也好 你都完全没有增长 记得我们刚才说的金句 实事求是 即是你做的那样东西有个目的 目的 如果你的大目的错就不用说了 一定是趴街 我们说三样东西 看业绩 看前景 看业绩 看前景 看股价 三样东西都看完 不要只看一样东西 现在你看香港的本地 股价就跌跌了 股价就跌跌了 前景暗淡 业绩其实很多公司是OK的 譬如说在这么差的环境之下 譬如恒生上一季 今季我不知道 或者某一些 weeks 它其实不是很差 它仍然守得住 所以大家要实事求是 你做事 你只是 坐在那儿 希望它好是没意思的 一定要分析整个形势 然后采取行动才行 你只坐是没用的 行不行 美股我讲一点 今天已经讲到40分钟 美股这次是否已经调整完畢呢 是的 我自己觉得是的 当然有读者会有电邮进来 就说 不是哦 它前两个还跌 其实大家看看 昨晚的美股 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件事 为什么我会说它调整完畢呢 第二件事 就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 如何去判断自己持有的股票是否安全呢 这个我留在YouTube投资笔记的收费版里面再说 但是在这里我们会说 港股会不会大跌呢 机会不大 因为为什么呢 它已经很便宜 你要用很大的力气才可以压低它 很大的力气 但是问题就是它很便宜 不等于它会升那两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便宜 我们曾经预过一段时间 港股是很便宜的 98、99 接着在科网股爆破的时候高过 然后2002年跌 03、04沙斯再跌 那段时间便宜了 妈妈都不认得 为什么会这么低呢 因为没有生意做 都没有生意 那就是低的 对不对 它又不会爆煲 它又不会死掉 所以大家要明白 港股再大跌的机会 不大 因为它已经跌了一年半 什么一跌干跌正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要它反弹是会有 在疫情完全过了之后 它会有反弹 但是反弹呢 都是说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十几二十个百分比 和最高位 我相信还有几十个百分比 甚至还有一半的距离 你要等它再大升的话 第一可能永远都大不了 因为如果香港的政治体制不改变 还是有些国安法的话 就没有外商来投资 中国都死了 即使改朝换代 设计国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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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三四年后 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但是如果三四年后 你只收一两利息 而你的股票 你的投资 或者你的港 你香港的物业 投资物业 或者股票是不升的话 人生没得多个五年 你要明白一样东西 即是你三十多岁开始投资 那可能到你五十多岁左右 你有二十五年时间 五年就佔了五分一 那你是不是应该想想 你应该要做些事情呢 是吧 好,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看看 昨天的道指 为什么我们说调整完呢 那已经有几天时间了 那你见到道指是上升的 见到我NASDAB 基本上我昨晚 一点多看 就升了 那现在升了八八十几点 那其实我仍然都觉得 那高我已经说过了 那调整是不够的 好明显调整不够的 不过我们已经说过了 没办法 有资金入 美元又低 没办法 五十万美金投资仓 就升回到三十六 那它最高的时候 去过四十六 那就是今次跌了十个巴仙 那都可以了 我们都是说一半年时间 那我们其实的要求很低 就是十五个巴仙 那就交到数了 鑽石狗 那大家见到 鑽石狗 是我在市面上 见到最透明的组合 最透明的组合 因为不仅是YouTube里面 在投资日志 或者YouTube投资不记 都一直有鑽石狗出来 所以鑽石狗组合 其实每两天 差不多每一天 都会向大家看的情况 就是最透明的 那大家见到 我们平常都是一百五十七 其实都是跌了两个巴仙 好,那今天和大家 就分享到这里 又会破戒了 讲了汇丰 但是今天就 讲一些我很想讲的东西 我已经继续了很久 其实这些东西 我一直都看不过眼 其实这些问题 那所以 Whatever 就是你听到我说的话 你有action 就有action 是不是 鑽石狗组合 去到一百五十五个巴仙 我们的网址 YouTube投资不记 九月份 大家有兴趣 还可以订阅 如果你觉得 已经去到二十三号 你就订阅 十月 投资日志 我们已经说到第六个 还有一个 斯摩尔国际 JT.com 以及一篇 投资心得 如果这些题 你有兴趣 可以订阅 如果不是 你就订阅十月 好 那我们两类型的节目 免费节目 就有你现在听的 香港财经压 美股财经压 YouTube 以及我们投资日志的网志 收费项目只有两个 投资日志 港股 文字版 YouTube 投资筆记 美股 港股 YouTube版 文字版 港股 150元 YouTube版 美股 港股 120元 收款 恒生 中银 恒生可以用转数化 大家也可以在PayPal付款 大家付钱之后 很简单 在你的银行收条上 写你的电邮地址 在购买项目拍照 分享回去 香港financeout gmail.com 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 汇丰和恒生 就到这里 那大家有任何留言 可以在YouTube留言 也可以 电邮给我们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